假如我所发现的70%的破产可能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那家公司呢 那家公司可能跟它没关系 可能跟它有关系 那这个从来其实告诉你它是有关系的 它关系在哪 其实你从这一点你看出来 这家公司的另外一家公司破产可能是在30%到90% 它不可能低于30% 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并不可能太高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你知道了我的话 你就大概知道那家在哪个范围 告诉你一个范围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把它画出来其实并不是复杂的 那刚才看到那些公司呢 只是这个形状到底什么样的 粗一点瘦一点 当然这边还有很多关系 所以它本身上并不是很复杂的概念 就是说我知道了这家公司的破产 这个概率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的概率 任何一个东西 一个关系 我通过这个图就可以猜出那家公司大概是什么样的关系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 一样 因为你这两家公司可能完全不相干的 这两家公司是从真的公司吗 不一定 就任何两家公司 比方说你可能是 就我刚才讲的可可口罗 跟这个通融 就任何两家公司 那你这个数据怎么得到 这个就是能公司算出来的 那这一算出来就是像这样的话 这里面稍微有点 就是说它的好处就是 你有些根据一些资料以后就能把这个图形整个都算出来 就是说对任何两家公司都这样算出来 你可以根据它股票的东西就能算出来 你要用它的股价来算 当然我讲的这个不是错误 我就看起来就知道 当然有办法就通过它算出来 而且你可以把它算的结果再用到你其他上面去 这是关键 因为你说我怎么知道它的相关程度 我不知道 我怎么要描述都不知道 我现在用这个图描述 但是这个图你怎么得到来的 我根据你信用的数据 我就可以画出这个图 而且我根据这个图呢 又可以用来算其他东西 这就是个中介的东西 对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算到破产概率 对不对 也就是破产的概率 一整套数学东西在后面 但我很难去解释这个为什么有破产概率 没有破产 因为我经常跟那个区域的打交道 区域的就是说 要不就是百分之零 要不就是百分之百 对不对 没有破产就百分之零 破产就百分之百 那你就没法做教育了 对吧 但这个东西就当你这样通用就 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是 介于破产不破产之间 人家多少才百分之五十可能 百分之六十可能 它其实是有概率在里面 只是大家没意识到 任何一家公司都会改率是打消的 但这个概率是决定我们的价钱 所以对我们来讲 把每家公司的概率更清楚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呢 确实这也是哪儿 就是为什么值钱的原因 就是说 为什么你我去做股票 你公司做股票 就比一般老百姓做的要赚钱 对不对 我分析的很多这些东西 就靠这个 那你说我不管百分之零个百分之一百 也可以了 你压保时的压队的也有可能 对不对 好 这大概就是 其实这个想法很念的 那 但这里边呢 有个小问题 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能当初也没意识到 理想也没意识到 大家都在做 这金融中间 投资中间啊 大家有现象叫肥伪现象 Fat deal 这个现象非常怪的 你看到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现象在哪 就是说 我这个投资啊 投资任何东西 它的回报都不对称的 什么叫不对称呢 就是说 我高回报啊 就好的回报 跟坏的回报 是完全不对称的 你会经常会发现呢 假如这边是好的回报 你看这回报 越来越高 那这个现呢 表示它的可能性 你看到这个地方 太高的回报就等于零了 可能性就没有太多 没有那么多高回报 不可能 不可能追求那么高的 但是呢 坏的回报的时候呢 它永远不等于零 它永远不可能变到零上去 你看它总是有点 在这个叫尾巴 小尾巴在哪 那是那是那是 而且再可有很大的这个损失 都有可能的 这个现象呢 这个投资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像我们做这个计算 都要考虑这个尾巴 叫肥尾 这个东西 对你整个的这个 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所有的股价 所有的东西价钱 都被这一点东西决定了 你可能想象不到 这一点东西决定的 所有的计算 像我们平安 这家绿蓝搞清楚 所有的价钱都搞得挺 就是绿蓝搞不清楚 就那一点点 可能已经搞不清楚了 那一点 因为它也有可能 会损失到大道 不得了 还有这个可能性 不能忽视的可能性 这个现象呢 严格的来讲呢 其实我想 我也不需要 给大家解释清楚 只要大家看这个图 它不对称 左边跟右边 不是严格对称的就是 左边是回报 右边是回报 左边是手指 你看它图不对称 对不对 看起来对的 那它实际不对称 所以这个就导致 你看我们现在 看下一个问题就是 刚才我讲的这个东西 你看 我不要跟它连在一起 但是你看看到 它这个图非常对称 这是大的损失 因为破产 对不对 那是什么破产 对不对 它不对称 这不对称就是问题 它把你定价 最观念 我跟它说 最困难的那部分 掩盖了 它不对称 当然平常你不出现那种 大的问题的时候 你没感觉到 你知道吗 这个是对称的吗 这个是对称的 所以它出了对称的公式 去解决不对称的问题 这个因为我认过了 这个高清Copner 他得来这个是在你 假设你这个高清目是高清目 所以我们不能怪高清目 高清目本身就是对称的问题 我就是对称的 你用来解决不对称问题 那是你的效果 你选的这个 政府上选了一个最简单的 因为最简单的意思 它对称的好处理 我说一下 你不对称的 你不对称的 你就不太好处理 对吧 总是对称的 圆的是最好处理 你稍微那样椭圆的 人家不对称的 就不好办了 所以它就选了一个最对称的办法 那当然它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大家也认为它意识到 为什么 只要我们是那种大的金融危机来的话 那本肥有一部分你看不见 那价钱看不到 所以呢 你觉得挺好的 你都在这边 大家都回报挺高的 我这边都跟我观察都很吻合 我没有问题在里面 每次订出来 价钱都很好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去忽略点 那等到金融危机来就完掉了 所以 我刚才讲就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看到肥伟的时候就太晚了 结果所有的价钱都偏差掉了 所有的这个CDS CDO啊 所有的价钱都偏差掉了 那就损失就大 但是总是有人损失 到底谁损失了我不知道 有可能的买方 对不对 你那个地区的价钱 是不是首先可以得到的 那得不到的 那个可以得到的 如果得到的话 那你首先就要得到的 只是他当中没有想到 就是 那个肥伟那部分将会出现 就是出现感觉太小了 你就觉得 我就用了再说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公司 它所有的这个CDS 都是用它来描述它的关系 所以一下子 所有的定价都去了问题 那好 那为什么我讲一下 我个人的故事 李翔林这个文章 是01年发表的 那我那时在P&C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我老板 进来说 他说有个CDO这个工学 他说我看不懂 你看看有新东西出来 我看一下 我看我这个名字很好 我说Copio了这个东西 我说我还能够翻 我说 但我觉得非常熟悉 所以那我说 我说我全想看 后来那我回去回来想 在1996年的时候 我在明师到当老师的时候 其实整个Copio了 这个属于它很大一类 叫阿提米德类 这一类啊 这个全部给我解决掉 我在1996年后 后来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这个communication statistics 为什么呢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是一个统计学家跟我讲的 他有一个问题 跟这个有关系 他说这类东西 他说他闹不清楚 他说你帮我弄一下 所以我回去以后 我弄了一碗 其实很简单 数据上很简单 我就讲实话 我弄了一碗 他就把它解决了 整个的整个 把所有的东西都找出来 都解决了 完了以后我就忘了 后来我们俩发表了个文章 后来我就忘了 我说这个名字我看得很熟悉 我说 当时我说 这个不是英文词吗 所以后来我再找出来以后 啊 我说 我说 所有这些东西我说很熟 那后来 我在这边商区市来以后 那我就 他们这边要做这个嘛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用一个东西 我说 用一个东西来算 但是我那时候 我也不想到 你告诉了 我说你用另外一个东西 我说你要叫港某的东西来算 那算 算一个nomincapital 你肯定知道 那后来商区市 当然是 不太入流的一个银行 所以我们就不太替代了 对不对 那我这个东西跟他的区别在哪 你看这两个字图很相像 这个是我 我提出来的 你看他的特点在哪 对 你看看 为什么 这边就是说 他风险高的时候 他风险更高 他越见 表示他们两个的关系越大 所以 他这个有个好处 当时我也没想到台东西用这个 我是有些原因用这个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 没有仔细去想台东西 我也不会想到这种 这种金融危机这种事情出来 那是06年的时候 没想到那些事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就是不对策 但是我 但是我 三个月后来呢 胡搞一看以后 也 也 也没做得多好 那所以我这公司呢 其实比那个要简单得多了 你看 这非常简单 这已经是 呃 这个 但是后来呢 因为去年 去年后来很多朋友跟我说 哎你把你东西写出来 后来我说好 我就写 我又忙得够呛 后来我就写了几个 那个叫GOB 他叫 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 他那个编辑非常喜欢 他说 他说我跟你讲 他说我这么多年 他就叫那个 没进来哪个文章 把这个给你讲清楚 所以他把我这个 列为这个 share from the 他这个 叫leaning article 他就发表在这个 在这个上面 所以 这是最后我的 最后一个slide 就是我的公司 跟那个Gauss公司 比较一下 你看看 反正其实 看出来看不出来 你想出来这个东西会有个尖 那个东西没有 你只有做了很多模拟 以后你才能够看得出来 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太神 OK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正好是我自己有些经历在里面 那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谢谢